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台湾劳工检验政党的标准非常明确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个政党 能不能提出一个好的劳工政策 能不能出面解决 像国道收费员这就会这么重大一个争议案件 长期工作几十年来的收费员 国家的劳工 这个政府 国民党的政府 不但没有给他一个合理的照顾 没有负起安置的责任 高工局没有负起安置的责任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工作 你们就要办法安排工作 你们自己不去的 今天不是换住 或者换住一门的问题 是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提出一个支持劳工的政策 这个方向 你们才有真的能够 有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政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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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资的问题是现在政府部门聘雇 这些约聘雇人员最大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 不论是哪一个候选人 都还没有对我们收费员的案子 对于约聘雇提出一个正面解决的方案 我们还是要讲 收费员是所有约聘雇问题的一个代表 换民进党直升 你要顾全局 中国民党如果要 要立往黄澜 支持劳工就决定可以 不要 不用 不用 像你这样子 这个时候来 不用 不用 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们 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过 当你们有发出正义之声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支持劳工 国民党支持劳工就是 大哥不好意思 先请支持劳工 权力 现在尊重你的话语善 大哥不好意思 大哥不好意思 勞工的警囊 這個勞工的警囊叫做 照顧勞工解決收費員案 我們希望國民黨能夠真正的 記住這個警囊 解決收費員案 提出照顧勞工的政策 才真的有可能力往狂瀾 照顧勞工 解決收費員案 國道官場案 執政市基石 他反映出兩個 現在非常大的 整個政府政策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國道的收費員 因為政府的BOT政策 實際上是土地財團的政策 結果搞得 所有的收費業務 被BOT掉了 國道被官場了 而這些收費員 最後淪落到 國家也不要安置他們 遠通也因為利益 把他們踢到一邊 最後只能失業 官場到現在將近兩年了 還有三百多個收費員 失業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是反映出整個國家的BOT政策 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嚴重的向財團緊邪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國道收費員案子 反映出政府長期以來 用約聘固的制度 在剝削公部門裡面的 約聘固勞工 甚至包括臨時人員 用一年一千的方式 時間到了就不續聘 就讓你走人 用年資沒辦法計算的方式 便宜的運用這一些 在公部門服務的人力 在剝削這些勞工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已經延宕那麼久的 爭議勞工 已經抗爭那麼久的勞工 到民進黨的全代會外面 就是希望 聽聽將來準備執政的民進黨 要怎麼樣面對 我們這些抗爭中的勞工 但是那一天 非常失望的是 我們在全代會外面 等了一個多小時 不只一個多小時 希望能夠見到 蔡英文主席一面 當面的跟他說 國道收費員的訴求 也當面的詢問他說 民進黨現在 到底對於國道官場的爭議案件 是什麼態度 但是當天 非常失望的 我們沒有見到 蔡英文主席 不禁就讓人想到 過去收費員一年多以來的抗爭 也遲遲見不到 國民黨的高官 民進黨跟蔡英文 到底接下來這個政權的執政 會不會是真金呢 對於勞工來講 他到底是18K還是真金 有問題需要修正 會花時間 這我們都知道 但是 但是國道收費員的官場案件 跟所謂的約聘雇制度 整體有問題 還是有一個落差 我們想要知道說 那一個所謂檢討自助的東西 到底要如何來解決我們收費員的案子 還是說我們就是一直等 等待制度整個都檢討完畢了 我們才有可能年資的問題或者解決 兩點回應 先回答後面這個問題 基本立場我必須還是要重申 我們不可能解決個案 其他的不解決 所以還是必須做通案監討 但是剛才所提到的 在通案解決之前 可能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個案 那麼個案要怎麼去處理 我們立法院這邊 會繼續跟交通部來溝通 必要的話對他們施壓 是不是把大家安置的問題 年資的問題 到底交通部可能做到的範圍是什麼 我們會繼續來跟 對交通部民進黨執政的地方 希望能夠做安置 我們就會邀請當地縣市的 相關的窗口來當面的跟你談 那麼討論有怎麼樣的一個職缺 是你認為可以接受更適合的 兩年多來其實民進黨有很多位 立法委員來做協助 我相信民進黨對於國民黨 相對於國民黨 對於收費員這一案 是更了解更清楚 那但是對於這一案 到目前還是沒有解決 特別是年資的部分 研究再研究 我們只能肯切的期望 對於兩年多的案子 這一個個案 民進黨可以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怎麼樣的方案 來讓這些一千多個收費員 我們自救會六七百人抗爭了兩年多 年資應該怎麼解決 民進黨準備好了嗎 不然拿什麼執政